Na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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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哪個年代 營具素品總是不凡某種特定類型 可愛迷人的女性反派 這些反派呢 往往壞得很有自己的態度 甚至壞得很有道理 他們的邪惡是經由病態的社會速成的 他們存在就像是長期生病的社會 自己長出了農包 慢慢反噬著滋養出他們的世界 而這些角色也必須是女孩子 因為他們可愛迷人又性感 運用致命的美麗人們甘願被他們制裁 NanoA Netflix的熱播劇轉學來的女生裡面的 納諾就是對於蛇蠍女性反派 一種很有趣的翻玩 不如人們想像它是一般的黑暗校園劇 全具有不少超自然的奇幻元素在裡面 這個納諾她不是人類 她比較像是一個來自地獄的魔女 她存在本身象徵了人性的魔 接近她的人都會經由她的刺激而著魔 她是超越常理的存在 她可能已經活了數百年 數千年 影集裡面 那麼每一集都會轉學到不一樣的學校 在新學校作亂 激發出世生偽善自私的一面 她從來都不會直接去傷害她的目標 都是讓人透過自己內心的惡自我毀滅 準時來的女生由GMM Sour Bangkok聯合操刀 打造出泰國罕見的黑暗奇幻題材 希望撼動民風向保守的泰國社會 以女性視著試圖打破女性總是受害者的迷思 每一集故事靈感都是間接源自泰國社會案件 從狼獅、偶像崇拜到渣男 其實都是亞洲觀眾很有共鳴的社會現象 目前在台灣Netflix觀看排名攀升到第四 受到廣大的討論 接下來就要大家看看啟發轉學來的女生背後的真實社會案件 在第一季《醜陋的真相》中 納夢轉學是一間被封為年度最純潔的學校的高中 校內的風氣、保守、連基本的性教育 都會被視為是鼓勵小孩子有性行為 然而這間學校卻有一個不為人知的骯髒秘密 校內形象良好被女同學崇拜的男老師 其實一直都和女同學有不當關係 好會拍下影片威脅學生不准說出去 看著這個狼獅獸性的納夢 就這樣利用自己的美色引他上鉤 展開一場踢爆黑幕的復仇大技 本片故事似乎是在影射發生在2016年蘇安克拉布高中的事件 最近高中據傳在當地歷史悠久又有名望 卻被提保其中一名教師薩羅伊、米迪和多名男學生發生關係 對這是一間男校 還拍攝了影片甚至讓這些影片放在網路上 經由調查這個教師已經被逮捕了 在《懷孕》這集裡面 憑電影《模範生生命大造》的男演員提拉東 他飾演這個校園渣男娜奈 在校園裡面到處欺騙女孩子的感情 並他們發生關係 搞大女同學的肚子卻又不負責任 多數懷孕的女同學都會選擇墮胎 或者是休學末把孩子生下來 移民被學校的同學說閒話 讓完全不用付出任何代價的娜奈 更是到處為非作歹 娜奈馬上鎖定娜奈作為本次的目標 接近她和她發生關係 那自己還在同學之間 娜奈和娜奈多久會上床的打賭下得住 就重創了這個娜奈的男性尊嚴 但娜奈最糟糕的惡夢卻從此刻才真正開始 她的身體開始虛弱,肚子開始腫大 胃口變得很差,腹部還出現了胎動 對,她懷孕了 由於四處仇住無門的娜奈只好將孩子生下來 改邪歸正想要好好養大自己的女兒 但娜奈就不願負責留下一臉驚恐的娜奈 接受她應有的報應 這集的網友並沒有特別找到哪一個可以對應的新聞 卻符合泰國過去非法墮胎的議題 根據泰國健保局 過去10年來有多達30萬女性經由非法管道墮胎 其中10萬名女性因此承受嚴重的後遺症 甚至是死亡 泰國直到2020年,也就是去年才正式讓墮胎合法 未來的泰國女性就可以在設備完善的醫院進行手術 保障她們的身體權利 在米尼與四具屍體中 傅佳明米尼一邊喝酒開車一邊講電話 一邊分心出了車禍 害死了四名學校同學 米尼的爸爸到現場拿酒酒瓶掩蓋米尼酒駕的證據 以煞車失靈為由,世俗將一切裝飾成無辜少女意外犯錯的悲劇 經由一流律師賄賂警方,對媒體說謊 米尼最後還真的禍判無罪釋放,只需要完成社區勞動 引起群眾悲憤,納怒於是出場 讓米尼經歷一次次的車禍地獄,折磨她的身形 本結算是高度還原了一個震驚泰國的案件普拉瓦90案 16歲的普拉瓦開車衝撞一台學校巴士 導致車內九名學生死亡,多名學生受傷 因為家境富裕的關係,她的雙親就想辦法讓她脫罪 最後也僅以社區勞動作為懲罰 一次帶著九個人的性命就不用付出代價 讓當時泰國社會群起疾憤了 時隔九年之後,受害者家屬表示 這位富家千金甚至從來都沒有對他們表達任何的歉意 十二名幸存者表示當年普拉瓦有到英倫貪問過她一次 坐著輪椅進來,什麼都沒有說 幾乎都是她媽媽在講話 媽媽要她道歉她說了一聲,對不起 他們離開之後,護士小姐告訴她 普拉瓦進來的時候,根本就是走進來的 腳根本就沒有受傷,還特別跟醫院借了輪椅 製度這集原名叫做Sotus Cenerality, Older, Tradition, Unity, Health Spirit 得簡稱那意思是尊重長輩,長幼有序,遵循傳統,團結美德 起源自英國私校方便管理的一種教育方式 後來被引進第三世界的名門學校 如今在泰國是許多學校都還在遵循的一種基礎精神 火紅BLG,異年生原名也是Sotus 那就是帶到不少這種學長學弟制的傳統 應用在台灣社會的話,應該就是蠻類似軍中生活的概念 在製度這集裡面,阿凱學長是個喜歡欺負新生的惡霸 這樣的學長的身份,以遵循傳統為名 對新生提出各種不合理的要求 像是吃裙、脫衣服、演人形、蜈蚣等等的 那若就站出來挑戰學長的權威,刻意惹怒學長讓他自己被殺害 阿凱因此被放逐到另一間學校 在那裡納諾奇蹟復活還承諾他的學姐 即使變態之能是虐待身為學弟的阿凱 讓他半女裝半狗 晚上還把他關在狗籠裡面 知道阿凱終於精神崩潰逃跑 那本集可以說是有很多學長學姐制文化國家的縮影 也是很多台灣前世代的新興學子 當過兵的男生都有過的可怕經驗 但用心的泰國網友還是找到了一篇可以相對應的新聞 就在去年一名叫做帕米帕阿達姆德大學新生 就因為被學姐懲罰過勞而死 那這個帕米帕他在拉拉頓練習裡面犯了八個錯誤 學姐就因此要求他要跑全校八全 期間不准休息也不准喝水 那帕米帕在跑到第七圈的時候 就因為廢出血倒下,上衣不治 那除此之外,泰國幾乎每一年都有類似的 因為執行SOTUS 過檔造成學生死亡的新聞 尤其是在當地是一個急劇被關注的議題 在審判裡面的娜弄丁上了一名 照顧自己邪有病女兒的母親 這個母親看似是無私的在照顧女兒 其實卻長年以來都在對女兒的藥劑裡面注射毒藥 阻止她的病情好轉 那目標看似是想要憑女兒的病 活得大眾的同情,多拿一點募款嘛 直到本集的最後才來了一個連納諾都想不到的大反戰 納諾就在這集輸給了她的死對頭幽靈 第二季到最後要探討道德議題 越來越模糊、越來越複雜 人性的必要之惡、以愛之名、傷害他人等等 都讓納諾越來越對自己的使命感到困惑 可以看出影集有意要持續擴大敘事規模、探索跟深入的議題 這集的故事同樣有個類似的對應案件 去年一名母親就憑著自己兒子的先天疾病發動網路募款 最後募得高達1000萬泰銖 幾乎相當於台幣的這個金額 進入警方的調查 這個2歲孩童身上並沒有任何母親宣稱的病症 反而在口部、腸胃有被灼傷過的痕跡 醫院檢驗結果表示很有可能是服用了毒藥 由於小男孩始終拒絕和她的媽媽互動 警察原來懷疑她根本就不是她的生母 經過檢驗證實她的確是生母 也的確有為自己的兒子吃毒藥 身上果然是最可怕的 轉學來的女生是我人生看的第一部太劇 整個概念不算是很嶄新啦 就像是一點黑鏡、混一點富江、混一點電獄少女 但正如第三集引用的必卡索名言 好的藝術家懂複製、偉大的藝術家折善突取 轉學來的女生算是把上述概念偷得不找的痕跡 攪一攪灰火變成自己專有的風格 我不知道其他觀眾吃不吃 我自己是吃爆啦 整個上癮一口氣看完了兩季 可能是因為每一集的導演幾乎都不一樣的關係 每一集的敘事風格差蠻多的 那很多媒體有在寫的黑色幽默呢? 其實也不是每一集都有 算是蠻純粹的驚悚風格我很喜歡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對於轉學來的女生這一部劇的看法 那這一部我考慮會再做另外一支影片 可以跟我說希望看到怎樣的主題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Bye